想要上山一趟 到溪头走走真的需要耐心 车证完全塞住 骑着机车在对向弯外骑 经过上坡下坡 左弯右拐 长长车流几乎没在动 回堵超过4公里 国庆廉价第三天 外书塌清 吸收山林分多斤 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光是单日入园人次就突破7000人 游客塞在半路中快要挤不进去 再往山下走 南投的九九峰动物园也是停车场全满 放眼望去 亲子客居多 小朋友坐上恐龙列车游园 还可以跟各种鸟类动物近距离互动 步道上满满都是人 加上廉价的票价优惠 光是一天就有超过1500人入园 想说这个好像是今年才刚开幕一样 想说来那边参观看一家 就觉得它干净 小朋友也喜欢动物 又可以喂动物这样 所以我们预估我们的总人潮 大概是5500到6000人次 大家可以把握早上天气比较好的时间 也可以避开返乡的人潮 民间寿天宫还有一处新景点 因为位置特殊 庙方在南投彰化两县交界处设立名牌 并涂上黄旗为限界 游客觉得超新旗 全部停下脚步拍照打卡 把握国庆连假要完好完满 记者多连详进入中的李云杰 南投归道